詞曲 李宗盛 耶稣 你真爱我 毫无保留 我敬拜你 因你生命 我回到父神面前 在远天和音许中 敬拜 亲爱耶稣 你真爱我 毫无保留 我敬拜你 因你生命 我回到父神面前 在远天和音许中 敬拜 噢耶稣 噢耶稣 你喜悦我 向你歌颂 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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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你真爱我 毫无保留 我敬拜你 因你生命 我回到父神面前 在远天和音许中 敬拜 我要一生 一生敬拜你 在远天 噢耶稣 噢耶稣 在你天中 佰阳你永美 在你风声 阿天中 我唤醒歌颂 在你生命 是二生敬拜 在你久晚盼望 在你久晚盼望中 往里无 conflicts 仍恨 不逐よろしく快乐 啊 看我的远天 盼望 した地 视频就到 和音许中 Some people 富翩 Evie 久也出燥 Horn Martine dearers 我愿地捕 abdom stellt 和我保留 Oh 耶稣 Oh 耶稣 你喜悦我 向你歌颂 耶稣 Oh 耶稣 我主 道指双手 全心敬拜你 我要一生 一生敬拜你 在你殿中 这样你若美 在你梦下 二点中 我唤醒 歌颂 我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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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信息 是醒 醒 诗所赐的新命令 他的经文 就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 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感动 是因为我们在上这个初信装备课程 然后刚好背到这一节经文 哎呀 我很有感动 因为我觉得这种爱呢 就是你们的回应 其实就是给我一种肯定 当我愿意这样子 就是开这个课 然后你们有回应 其实爱就是这样子一个彼此的 那当然不是说 你们有来上课人就不爱我了 绝对不是这样子 只是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有人愿意摆上 有人愿意来回应 这种就是一种互相的彼此的 一种爱在里面才愿意 然后我付出的人 应着你们的回应 就肯定了他自己 在这件事情上 他真的是在为神做工的同时 他也得到了鼓励 那其实大家都是在 叫爱神的人 万事都互相效应 这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约翰福音13章34 还有35节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好 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 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能够来到这里一起的来崇拜你 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齐聚 一起敬拜赞美 这是何等的美 何等的善 也是神你所赐何等的恩典 此时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 无论是说的听的 都在圣灵的引导下 不在自己的肉体里 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我想圣灵其实就是 真的是很伟大的 刚刚档妮说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要对着旁边的人唱 那其实我的 我觉得他们是看着 我的准备的奖章 现在我也要你们 对着你两旁的人 说一句话 可能对有些人是挑战 但是呢 今天我因为有这个感动 所以我就是要做 你对两旁的人看一下 跟他说 我爱你 我想很棒 你看 我爱你们 我想对某些人来说 这句话其实是很容易 可是我们无可否认 对某些人来说 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我们这个华人 华人我们的这个文化背景 都是那种爱在心里口难开的 对 但是呢 还有一种情况 可能让你更说不出来 就是你刚刚看到那个人 哎呦 怎么是他坐在我旁边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 可能更说不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曾经跟他同工的时候 你们有过一些的摩擦 有过一些意见不合啊 然后心里就卡卡的这样子啦 就卡住了 所以要你跟他说我爱你 可能又更难了 对不对 就没有办法越过我们那种心里 不舒服的感受 那种真的是让 就是没办法开口啦 但是呢 有些人甚至他就会经过一个大摩擦之后 然后他就说哎呀算了我还是离开吧 我看到他我就真的是有点辛苦 没办法在这个教会待下去 反正新加坡教会还是还蛮多的这样子 可以去其他地方试试看 那但是呢 我要说的是 基于一个人的本能 这样子是没有错的 因为在这个世代 其实他就是一直在教导我们要怎么样 有灌输这种自我价值 自我肯定 然后因为我们天然的这种性情呢 确实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喜欢体贴自己的肉体 因为呢这样会让自己怎么样 舒服一点 然后呢甚至夫妻关系其实也是这样 就有一个女孩子 她问她的妈妈说 你们以前是没人介绍的 为什么你们可以恩爱一辈子啊 这样子生活在一起一辈子呢 然后这个妈妈就说 其实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以前的人啊 我们东西坏了呢 会怎么样 想办法去修理 可是现在的人呢 东西坏了怎么样 换掉 是吗 是 这个就是 或者是丢了算了啦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 一些价值观已经在 这个末世的世代已经在改变当中 所以我们更需要神在我们里面 更需要神的这种爱跟价值观在我们里面 所以呢主要我们学习什么 彼此相爱 耶稣他所赐的这个命令是要我们怎么样 多走一里路 跨越我们自己的自我的限制 然后呢 跨越自己去追求那种自我的舒适感 尤其是在这个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要来看这个约翰福音 他的记载 主耶稣在叫门徒这个彼此相爱的 的时候是在他 要被钉十字架前的 那一个最后一个晚上赐下的 在被卖的那一个晚上 他主就设立了圣餐 然后还为门徒洗脚 然后就对他们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这就是主 他最后其实可以说是最后的遗嘱 但是门徒有没有注意到 很在意主讲的这个话呢 好像没有很在意在提 那彼得这个时候就问说 主往哪里去 没有错 其实彼得关心主要去哪里 是很正常 因为彼得他很爱耶稣 都没有错 好像我好多个孩子 对不对 好多个孩子 我如果跟我先生要出门 我一定跟我四个孩子说 爸爸跟妹妹要出去咯 你们要乖乖的不要吵架 在家里要互相照顾 互相彼此相爱 把我们要出去了这样 那可能比较黏我的那个孩子 就会过来拉我 妈咪妈咪你们要去哪里 是吗 那当然 身为一个妈咪 我是希望说我不在的时候呢 你们乖乖的彼此相爱 这个才是我要离开的 这个妈妈最想要看到的一个情景 好像主耶稣他再来之前呢 他也要我们这样 他再来之前 他也要我们彼此相爱 他的心意就是在这里 他会再来 但是他再来之前呢 他要我们彼此相爱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 那在解经文在读的时候呢 可能有一个地方就是 新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那他是一条新命令吗 彼此相爱是新命令吗 我们要来看一下 另位记19章18节 他说不可报仇 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 却要爱人如己 我是耶和华 这是在列位记里面所谈的 我们要再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22章37-40节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为什么我弄红字呢 因为我们不要读错了 其次 我们会以为其次是第二个重要的 错了 他说其次也相仿 相仿在华文里面是什么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们除了要尽心尽心尽意 爱主你的神之外 你们还要爱人如己 懂那个意思吗 不是说爱人如己是排在第二 那当然我们要先学会爱神 他的这个意思 我们爱神 你学会爱神 你才会学会爱人 因为如果你没有学会爱神 你很难学会去怎么爱人 而且你爱的可能是有利益的爱 所以我们要先学会爱神 他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约翰一书二章七到八节这么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 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救命令 这救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到 再者 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 在主是真的 在你们也是真的 因为黑暗渐渐过去 真光已经照耀 其实在这边很容易看清楚 其实当我看了很多查经书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新命令有一些的解释 但是大概就是说 新命令 其实因为这个命令 其实从旧约就有的 爱人就有的 那因为门徒常常到了一个阶段呢 他们的爱就变成冷淡了 然后就是有那种好像 遗文旧式的那种的爱 是比较表面的 所以耶稣就要他们说 你们要常常记住这一条 爱人如己或彼此相爱 常常要记住 是永远要记住的 常新的 常常在里面更新 常常在提醒 把它成为你新的 而不是只是一个旧的命令 过去了 不需要了 不是 是一个新的 你常常要在心里告诉自己 要跟神连结 就是要从爱 然后一直在更新 它是一个藏心的 是一个藏心的 它不会过去的 它不会是旧的 所以其实在旧命令 新命令也是旧命令 那是在重新唤醒 我们这个后退下沉的心 然后来实践这一条又真而又新的 爱的命令 不管时代是如何的进步 环境是如何的改变 还有这条命令 我们是需要去遵守的 它是永远不变 而且是什么 常新的 那这命令 现在之所以新 完全也是因为怎么样 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以后 他彰显了十字架上的大爱 世人生活就有了初始入生 初始入生的那种改变 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很真实了 所以我们都要有来遵守 神所赐的这条新命令 要知道这是一条永远藏心的 永远藏心的命令 那彼此相爱怎么样 它是来自神爱我们 就像在经文里面后面写说 我怎样爱你们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所以我们的爱 是来自于神爱我们 从前呢 从我们刚刚前面读的经文呢 其实在旧约立位记 刚刚我们已经谈过了 有这个爱人如己 对不对 只是呢 这个爱人如己呢 它加了一些的新的元素 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一个新的元素 它爱人如己呢 它把爱人多加了一个什么 如己 然后爱人就多加了 彼此相爱 你不只是要爱人 而是要彼此相爱 如己呢 变得是什么 是舍己 你爱一个人 像耶稣爱我们一样 舍己 这是不容易的 是吗 舍己 但还有另外一个 我真的很感谢神 因为我在准备这个奖章的时候 我也面临了一个挑战 因为我的孩子说他要养动物 那我很 你知道跟青少年讲 你说要不要 他是很 那我是跟他讲不可以 不可以 但是你直接讲不可以 拒绝很难受 我刚好在准备的时候 哇 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棒的 一个舍己的观念 我告诉他说 因为哥哥姐姐他们有些会敏感 对那个动物的毛会敏感 那你因为你今天为了他们 你愿意舍掉自己喜欢的 然后让我们家可以有一个 不会有人生病的一个环境 那你是很棒的 他听了他非常的同意 他听了非常同意 他就可以同意我不让他 养这个动物的这个原因这样子 我就是很感谢神 这个舍己好像就是说 也是向着自己死 我们不要把自己喜欢的那种东西 一定要拿到 或者一定要 因为你可能要顾虑到别人 因为你所喜欢的这个东西 可能有一些的伤害或怎么样 我们就要把它放下 我们是对自己死 对着基督活 因为你要彼此相爱 你要为那个人好 为那个人来着想 那这个是真的是我很感谢神 在准备这个过程当中 神也帮助我处理了这样一个 亲子的一个问题 他也非常同意 所以我们也在我们复活节之前 我们读了那个十价七言 上面也是有写到什么 彼此赦免对不对 那其实彼此赦免也是彼此相爱里面的一个 你能够彼此相爱 你就要彼此赦免 那彼此赦免就是我们要在 基督的爱里面去学习宽恕 尽管那个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之前也讲过饶恕 但是耶稣仍然要我们怎么样 跟祂学习 因为祂说祂怎样爱我们 我们就要学祂怎样的去相爱 所以我们经常是爱得好像不够 然后我们总是爱自己所爱的 因此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 也提醒我自己 我们真的要来操练彼此相爱 那圣经也有说 这个神的家 神的家 就是信徒是神家里的人 既然是我们是自己人 那是不是应该比较能够接受得起 人家真心说什么 爱心说诚实话 也应该比较能够去体贴跟饶恕 那有时可能在这个团体里面 感觉到有些吃亏 或者是好像感觉到被欺负 那是不是也能够以这种宽容的心来对待呢 若我们可以在一个稳定的 在一个稳定的教会生活 我们就能够在这个稳定的团体里面 去学习彼此相爱 叫彼此饶恕 然后在主里面建立这种彼此的关系 这个关系呢 就能够让我们学习 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这个彼此相爱 那主其实也警告过我们说什么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我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在经上也说如果我们怎么样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所以在我们这个末世的时候呢 不少信徒确实呢 都会注意到相爱这两个字 可是呢却忽略了彼此 而彼此相爱不单单只是信徒之间 我们也指着我们跟教会之间 或许我们会常想说 哎呀教会应该为我们做什么 而少想我们能够为教会做什么 彼此相爱呢 在这个新的命令的学习 是要将客体转为主体 这样子讲好像有点深啊 牧师什么客体主体 就是说你本来是客人 你要把他变成你是主人的意思 以前呢过去我们的观念就是说 哎呀好啦 谁对我好我就对他好 谁对我好我就对他好 是不是 以前我们是这样 但是呢圣经教导我们说什么 我们若要人对我们好 我们应该怎么样 先去对人好 就是说把这个客人的身份 变成是一个主人的身份 主人是主动嘛 是吗 你客人来我们就要端茶 就要主动的招待他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主动的去爱人 而不是等到人家爱我们之后就 哇看着人家怎么爱我 然后我才怎么样去爱他 是不对 圣经不是这样教的 所以呢 我们很幸福啦 我来了这个父亲堂之后 我感觉到很幸福 因为我去国际店都不用付咖啡钱 哈哈哈哈 有人很主动 有人很主动就 而且圣经已经知道 牧师是喝什么 喝什么 对手带你看 他已经知道了 所以 哎呀 很幸福啦 有人很主动 但是也不可以一直让你主动 牧师改天也要主动一点 请你们喝茶 所以呢 耶稣的心命令就是 要人有这个积极 爱人的心 好像呢 我们刚刚 我刚刚讲的 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你们想到人家怎么带你 我们先成为一个客人 我们先去学 怎样去对待别人 在这个 我一直在讲这个模式 因为价值观真的是不一样 许多人的爱呢 真的是慢慢的就冷淡下来 但是我们真的要记住 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 有一天呢 我们都是要向我们的主来交召 人们会忘记我们 也会亏待我们 但是我们要相信 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的 经上他也记着说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到的时候 就要收成 有一则犹太故事呢 他没有记录在圣经里面 但是呢 我也很感谢神 因着我今年挑战大家读经 所以我就更加紧自己脑筋 神经弄紧一点 因为我要读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读这个星期三 刚刚过去的这个 撒母尔记24章 撒母尔记下24章 里面有谈到 好 撒母尔记下24章 里面有谈到这个 耶布斯人亚劳拿河场 其实我就去查 历代至下三章 也有谈到这个 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 好 我要来讲故事了 其实呢 这两个的河场 是同一块的河场来的 神真的很爱我 在我预备奖章的时候 他就让我发现 然后我就知道 但是这个故事没有记录在 我们的圣经里面 但是他却是犹太一则 非常感人的故事 阿尔南跟亚劳拿是兄弟 阿尔南是哥哥 那个亚劳拿是弟弟 那么呢 在他们的河场里面 因为阿尔南觉得说 神给他蛮丰盛的这个 因为他们已经分家了 那神给他很丰盛的收入 所以他就觉得说 弟弟比较年纪轻 所以他就到半夜的时候 他就会捆一捆的那个河 捆这个 送到那个弟弟家 半夜的时候 那弟弟呢 就想哥哥家人口 比较多一点 比较需要 所以弟弟半夜呢 也一样就捆了一捆合捆 然后就半夜 偷偷偷偷偷 就送到哥哥家 结果他们早上一起来 咦 怎么都没有扫 那他们也觉得很纳闷 那连续几天下来 都是这样子 然后都没有扫 所以呢这个 他们就觉得 难道这个是神派使者 然后暗中为我做的这件事吗 然后继续 他们就再继续做 就在有一天的半夜呢 他们就在路途中遇到了 遇到了之后呢 他们就说出了 他们的这些事情 他们两个就抱在一起 相拥而泣 抱在一起哭 很感动 因为他们的爱 都是出于主动的 他们都是出于主动的 他们有说哥哥送给我 好我改天再送给他 没有 他是出于主动 他们两个都是出于主动的 是因为神呢 然后神也因为这两个兄弟 这么相爱呢 就命定那个地方 成为了建造圣殿的地方 亚劳纳河场呢 也可以说是阿尔南河场 这个河场呢 也是当年亚伯拉罕 献以撒的地方 那《撒摩尔记》下24章 他也记载 因为大卫他因数点人数 得罪了神 然后神就降瘟疫嘛 然后之后呢 他就到这个亚劳纳河场 去组了一座坛 他献班纪跟平安纪 神就让这个瘟疫止住了 然后这块河场 后来就成为建造圣殿的地方 因为神悦纳了亚劳纳 跟阿尔南他们相爱的心 然后因此呢 也借着先知 去告诉大卫的儿子所罗门 跟他说 在父亲选定的这块河场上面呢 盖什么 圣殿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来 想想 反思 一个有爱的地方呢 会受到神的祝福 会受到神的祝福 如果是在一个纷纷扰闹的家庭 吵闹的这个家庭里面 神是不会听祷告的 不会听这个人 这个纷纷草草 比如说我们教会这样 大家草草 我们的祷告神不会垂听的 我们要建立在一个彼此相爱 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的祷告才更有力量 更有力量 会更蒙神来赐福 然后神也会将他的一切心意来显明 因为爱永远都是一切建造的根基 彼此相爱不但是有神的祝福 也更能够让世人看出我们是什么 神的门徒 彼此相爱有传福音的果效 我们在最后 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里面 35节讲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就是教会的人来探访 就是教会的人来家里或医院去探访 不但是有牧师还有弟兄姐妹 然后当然后来我也到教会去 过教会的生活 也参加妇女小组这些 然后每次在小组里面唱诗歌 我就会哭 那些姐妹她也不会阻止我哭 她们就是会在旁边安慰我 然后我就发现她们在小组里面分享 不管是她们的顺境逆境 她们都愿意敞开心来分享 这跟我过去 我祖母给我的教导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祖母都说 家里的事情不要不要说 不要到处说 不要到处去想 自己家里也是不要到处去说 这是我祖母给我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觉得 可是这个团契里面让我 小组里面让我感觉到很不一样 她们都很常开心 在分享自己彼此的顺境和逆境 然后最后当然我信主了 然后我的妈妈就是看到我们怎么 好像每个礼拜 大家姐妹在一起这么快乐 她也很好奇 然后为什么礼拜天早上 我会带孩子去教会 所以妈妈就跟我去教会 然后妈妈也信了主 就离开她的偶像的崇拜 当初后来我从台湾 再带孩子回来这边读书 我的妈妈仍旧在教会里面生活 因为我很放心 教会里面的人都叫她 爱用妈妈 不然就叫她晚林妈妈 因为我是晚林妈妈 然后就叫她晚林妈妈这样子 妈妈在那边很开心 那虽然她在教会的生活 不是一直都很顺利 因为我妈妈的个性很强硬 她到60岁才信主是不容易改的 她又不试字 不会读经 但是因为弟兄姐妹的爱 让她愿意继续的留在那间教会 她留在那间教会 她学习被包容 她学习去包容人 因此到她的2019年 她安息主怀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殡仪馆订的那个大厅 是坐满了人 坐到门口 椅子排到门口出去 真的是满了的人 如果我妈妈不要坚持在一个教会 你觉得她的追思会 会带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吗 而且我们那些未信主的亲戚朋友 我妈妈是他们那一代第一个 我是我们家第一个 但是妈妈是她兄弟姐妹们 我的舅舅里面第一个 他们真的是感受到了一场 非常不一样的追思礼拜 我们有师班 有弟兄姐妹 这么多人来 再加上亲戚朋友 我们真的整个大厅都不够做 真的很感谢主 透过教会的这样一个 彼此相爱的一个团契 让我们为神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彼此相爱 真的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 见证基督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 因为经文我们刚刚讲的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那面对这一个破裂的世代 除非从神领受不变的爱 又能够切实的去彼此相爱 否则很难在这个时代 做一盏明灯 为主发光 然后吸引人来到主的面前 有一个弟兄他也是信主的经过 他也是这样讲 他生病的时候 就是一曲不认识的基督徒 到医院去探访他 给他爱 关心 为他祷告 他觉得 为什么他们跟我不认识 他们可以这样为我这样做 竟然可以这样子的来爱我 于是他也信主 所以我想 当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的这种爱 会散发出来 成为一盏明灯 去照耀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渴望被爱 然后每一个人都有爱的这个需求 尤其是在今天 这个人跟人之间已经慢慢能翻的时代 我们对爱 人们对爱就更加的迫切 许多的时候呢 我们好像传福音 我们花很多时间跟他讲道理 讲真理 讲到真的魔魄了 就算我们很厉害很会讲 讲到对方好像没办法反驳 但是他就是还是不要 一直就是可能都到我们要付出爱 陪伴他的时候 他才被融化 他才感受到 他才愿意的去相信 所以呢 有个人说 爱是问能的钥匙 再封闭的门都可以打开 在我们要谈到就是说 刚刚这样子的前面所谈的 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爱是需要付出行动的 是需要行动的 就像以前他们来关怀我 然后我们现在常常也走出去 去关心别人 他是要有一个行动了 不是说爱在心里 都口不开 爱一定是要让人看得见了 是要让人看得见 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文 约翰一书三章17到18节 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弟兄贫乏 却筛住连续的心 爱神的心 只能存在他里面呢 小子们啊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雅各书也这么说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赤身露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穿暖吃的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我们的爱 彼此相爱 是要付出这个实质的行动 我们上这个初信装备课程 第五课有上到这个主内的交通 也是讲到这个彼此的 这个系列 我们谈到很多 我们除了彼此相爱 还要彼此建立 彼此恭敬 然后呢 还要彼此接纳 彼此问安 非常多的彼此 这包括很多很多的 还要彼此恩慈相待 就像我们经理讲的 你怎样 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 你就要怎样待别人 你就该怎么样去待别人 所以爱要有行动 就像今天的这个回音诗歌 等一下回音诗歌是 活出爱 他里面有一段歌词 就是说 耶稣的爱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我们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你是爱 我们能够爱 乃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 当我们在走这人生的载路 和面对世界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弟兄姐妹不是孤单独行 乃是在爱中彼此扶持 互相担当 但愿父神堂不但有一群 侍奉主的精兵 而且也有一群 彼此切实相爱的信徒 每一个人深深的被这爱吸引 这爱发着内心毫无遮掩 有体恤 有怜悯 有饶恕 但愿我们都能够体恤 别人的软弱 包容他们的缺点 爱他们的优点 鼓励他们的美德 补足他们的缺切 让我们都做仆人中的仆人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好 我们现在要来欢迎新朋友 今天很高兴我们当中来了 一位新朋友叫嘉宜 她坐在最后面 她很棒 她是自己上网找到的 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有空可以再过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做家事报告 等一下我们还是有上课 那我们下一次上课是下下个主日了 下下个主日就是五月份了 我来 今天有上课 下就是五月二号 因为下个礼拜 我们有这个讲座 四月二十五号有这个讲座 叫做新与旧之间 从华人基督徒反思文化与信仰 我们可以请朋友来参加这个讲座 讲座的时间是在崇拜结束 就是我们上课的时间 大概就是十一点十分这样子 好 接下来就是洗礼 五月九号十一点半 在一楼大厅我们有洗礼的仪式 那我们有阿宝 付灰金 还有王秀兰 姐妹还有李霞姐妹三个 那我们要请弟兄姐妹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在这个受洗之前 都要为他们守望祷告 真的是求神看顾保守他们 赐给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有一颗坚定的心 然后呢 在来临的这个礼拜五晚上 我们有中医联合线上祷告会 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 一起的来参与 就是这样 那最后呢 我们有奉献 就在门口 等一下招待会有一个奉献带 我们就出去的时候投入就可以了 我们在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不明白奉献的意义 无需奉献 神祝福你 好 我们现在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 我们来做最后的一个祝福祷告 好 我们站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以及圣灵的感动 常与弟兄姐妹们永远同在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请坐我们平安散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开开 不行只宣告你的话语 在剧人面前的神有的神 盼望哪里都以耶稣地名 平安息了不然能够躲去 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演习 这是我的圣地悬崖 星星看见流那玉米之地 星星跟随云主火主带领 晒开不行只宣告你的话语 在剧人面前的神有的神 盼望哪里都以耶稣地名 平安息了不然能够躲去 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演习 这是我的圣地悬崖 我要的圣地悬崖 应许祝福将领导 我要的圣地悬崖 荣耀恩典将领导 我要的圣地悬崖 应许祝福将领导 我要的圣地悬崖 荣耀恩典将领导 我要的圣地悬崖 耶稣你为我争战 大声宣告 我要的圣地悬崖 有愁惧怕都逃跑 耶稣 我要的圣地悬崖 耶稣你为我争战 我要的圣地悬崖 有愁惧怕都逃跑 我要的圣地悬崖 荣耀恩典将领导 我要高唱 Hallelujah 我要唱 盼望 能力 都以耶稣的名 平安 希勒 不忍能够夺去 在敌人的面前 你为我摆上演习 这是我的圣地悬崖 宣告 能力 都以耶稣的名 平安 希勒 不忍能够夺去 在敌人的面前 你为我摆上演习 这是我的圣地悬崖 我摆上你 我摆上演习 哪里 我摆上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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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